安定力量度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说政府军 你占领了这个地区以后 那么当地的部落长老 包括这次就是说 给这个政府军让道的 这两个部族 他同样有他这个高度自治的需求 那么和政府这个矛盾 其实还是存在的 包括就是说 这个塔利班的分子 逃到别的地方以后 会不会搞出这种新的恐怖袭击 我觉得这一点现在看是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从今天伊斯兰宝发生的 这个连环爆炸来看 就是说塔利班随时在 继续力量 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 来干扰你政府军 围剿的这个事件 使你不能够聚精会神的 围歼南瓦基里斯坦的 这个塔利班军队 就是这个清剿行动 已经不是一场正规的战争了 因为背后可能 它会带来很多的 这个恐怖事件 我们现在注意到 就是美国在这个当中的因素 美国呢 已经是给巴基斯坦 提供两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而且呢 现在正在研究五年内呢 提供75亿美元 高额的一个军事援助 非军事援助 非军事援助 那么这个其中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附加条件 是 这一次19号 我们注意到 美国两位高官 一个是他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再一个就是 美国的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克里 访问巴基斯坦 那么这次访问 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呢 一方面是支持 巴基斯坦政府的 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了 另一方面 其实克里的一个任务 就是解释 所谓克里鲁格法案 那么美国国会通过的 这个克里鲁格法案 内容是什么呢 核心内容就是你刚才讲了 未来的五年呢 给巴基斯坦 要进行75亿美元的 非军事援助 这是一笔大单的 可以说是近年来 我看到的 美国对外援助 最大的一笔援助之一了 那但是这75亿美元的 这个非军事援助 它附加了很多条件 包括要让巴基斯坦的军方呢 把要定期的向美国报告 和其他第三国的 合作的问题 包括要每年让巴基斯坦军方 承担要清剿塔利班 清剿反美武装的 包括训练营地的这个义务 每年还要让他 不断地向他汇报 不断地跟美国合作 那么这对巴基斯坦军方来讲 巴基斯坦军方有一种说法 说把这个法案称为是 丧权辱国的条约 说这个等于是 把我们绑架在美国的反恐 按照美国的反恐设计 等于绑架了 让美国绑架了我们的反恐 等于站在美国的战车上 那您觉得这种物质援助 高额的物质援助 对于巴基斯坦的反恐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其实它这个援助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两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外 这是直接用反恐 其实这是符合 奥巴马政府上来以后 阿巴新战略 这个阿巴新战略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军事打击 一个是采取软的一手 就是要恢复 包括巴基斯坦 未来的民主化的改造 稳定国内局势 经济上的援助 就通过软的一手 来稳定局势 那么内七十五元 所谓非军事援助 主要是在这一方面 来增强巴基斯坦的 这样一个后劲 这样一个动力 但是这个效果 对巴基斯坦带来的关键 它在民族问题上 会引起巴基斯坦的高度怀疑 对 这反而可能会使得 巴基斯坦国内 这个意见的更加分歧 所以今天确实 针对巴基斯坦 针对塔利班的 这个倾角行动 其实还留下了 很多的疑问 而且给巴基斯坦 未来的局势 也造成了很多的隐患和悬念 非常感谢 两位嘉宾的今天 对巴基斯坦局势 所做的分析和评论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明天再会